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梅视角 我是韩梅 今天是2024年3月8日星期五 3月8日是三八妇女节 三八妇女节在中国已经是特别的深入人心了 全社会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到了这一天全社会都在祝贺广大的妇女节日快乐 那么我在这里也是一样的 祝我的网友女性朋友们节日快乐 也同时祝全世界的女性朋友们节日快乐 那么同时我就是想说一下 现在在中国这个妇女的地位问题 那么在旧社会的时候 中国的妇女是受压迫一组 那么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所说 就是中国的妇女有三座大山压在我们的背上 是备受压迫的 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就解放这个妇女 那么妇女能顶半边天 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来的一个口号 那么现如今在中国 中国妇女的地位真的是非常的高 那么被公认为中国的妇女地位已经是和男性平等了 但是中国有很多的男性就觉得中国妇女地位太高了 说现在中国的男性是受了妇女的压迫 那么我有一次还看环球博主在海外 在阿拉伯国家就在和阿拉伯国家的女性 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看到阿拉伯国家的女性 她们就是说 说中国的妇女地位真是特别的高 说中国的男性 如果是受不了中国女性的对她们的这种地位差的话 她们可以来找阿拉伯国家的女性 说中国的女性打老公 她说我们阿拉伯国家的女性绝对不打老公 那么我看了这个以后我挺震惊的 我的天啊 怎么外国现在对中国女性形成这样的一个印象了吗 认为中国的女性都在家里面打老公吗 其实这是一个玩笑了 那么谁家里这老婆在家里打老公 不对 纠正一下 确确实实 有一些女性真的是在家里面挺嚣张的 但是呢 这是个别的 我也看到有的女性在家里面压迫她的老公 她就是跟女皇上说一不二 你不准问为什么 我让你干什么 你就必须得干什么 我所说的话就是命令 她的老公 她的孩子呢 必须得听 那么这个呢 其实呢是个别的啊 广大的中国女性呢 其实多数呢 还是比较具有那些传统的美德的啊 相夫教子啊 宽容啊 大度啊 孝敬啊 有爱啊 这些啊 在中国的女性身上呢 仍然是有体现的啊 那么同时呢 因为妇女地位的解放呢 那么中国的女性呢 聪明才智啊 在社会上的价值呢 反映的是越来越多了啊 好多的女性呢 参政义政啊 好多的女性呢 是创办企业啊 好多的女性呢 在企业当中呢 起到了领导作用啊 以前的时候呢 我们传统上会觉得说呢 女性啊 就比较感性啊 男性是比较理性的 现在呢 因为越来越多的女性啊 在社会上只出头露面啊 我们发现女性呢 其实在聪明才智上 不输于男性啊 就是在传统的说 女性比较感性啊 这方面也是一个误解啊 什么叫感性啊 感性呢 就是啊 我想起一出事一出啊 我做什么事情 就是凭感觉的啊 不是一个理性的判断啊 什么叫理性的判断 理性的判断 我做什么事情啊 我是有逻辑性的啊 我是有背后充分的逻辑 来支持的啊 那么我现在发现啊 中国的这些女性啊 在感性和理性的这方面呢 其实和男性没有什么差别啊 反倒呢 我认为女性好像 逻辑思维还更强一些 女性好像还更讲理一些 反倒呢 有一些男性啊 我发现他们啊 反倒是逻辑思维不是那么强 你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的时候呢 他反而说不出理由来 他就说我觉得我就是认为这么做啊 就是我就认为这么做 我就认为不应该这么做啊 反倒是他们不讲理啊 我们是不是能够观察到很多这样的例子呢 尤其是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 好多的家庭里面啊 就是夫妻啊 咱们不说吵架啊 夫妻在争论的过程当中啊 或者在社会上我们看到就是 男性和女性分成两个阵营 在争论的过程当中呢 就是男性争论不过女性啊 不是说女性呢 是强压 就是逻辑说理辩论这方面呢 男性辩论不过女性 为什么呀 就是反映出来的女性逻辑思维 其实也是非常强的啊 那么就这个三八妇女节啊 我就为广大的女性朋友们说这么多啊 说多无意啊 因为我的观众朋友们 还有大量的男性观众啊 就不多说了啊 希望这个女性啊 太过嚣张的那些收敛收敛 还是温柔一点好对不对 然后呢 男性朋友们 你们也想一想啊 不要轻视女性 好 现在呢 就进入我今天这个视频的主要内容啊 我今天呢 这个视频有两方面的内容 一方面呢 就是有关美国现在哈 又来抢抢名夺了啊 又来抢抢名夺 就是呢 他们现在啊 又在对这个TikTok下手了 现在是下狠手动真格的了啊 他们国会里面呢 现在讨论要进这个TikTok 或者是呢 抢这个TikTok啊 已经完成了第一步了 后面呢 还有两步半呢 这是我今天这个视频呢 讨论的第一方面的内容 第二方面的内容呢 就是关于咱们的两会啊 那么重点讨论呢 就是习近平啊 第12次深入到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啊 做了重要的讲话啊 那么这个讲话呢 我就注意到这个关键词啊 叫战略能力啊 还有一个关键词呢 就是对标那个心智生产力呢 在军事领域就是心智战斗力啊 就关于这两个关键词 我们一会儿呢 来讨论一下 首先呢 我们就来说关于这个TikTok这件事情啊 那么TikTok毫无疑问呢 是非常成功的啊 那么如果国内的观众朋友们啊 应该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啊 TikTok实际上和抖音是一回事啊 抖音的海外版呢 就叫TikTok啊 实际上是一回事 那么抖音是多么的成功 我们所有的华人都是知道了啊 那么海外的这些全世界的TikTok的用户呢 就是越来越多了啊 那么这些用户呢 他也知道TikTok有多么的好用啊 那么在拜登还没有上台的时候 川普时期啊 他就盯上了这个TikTok 那么当时这个TikTok呢 是一个上升阶段啊 迅速的上升阶段 美国的TikTok的用户累计呢 当时就达到了一个亿啊 现在是远远超过了一个亿了 那么TikTok的这个巨大成功呢 当然也让美国的这个科技公司 这些社交平台的老板们 所寄予啊 所眼红啊 其中呢就包括脸书了 脸书呢 曾经想开发这种短视频的平台啊 结果呢 以失败而告终 那么YouTube呢 我们也看到啊 他在努力的推出这个短视频这一块啊 但是呢 到现在为止啊 他仍然是失败的 我也试着做过这个短视频啊 YouTube他鼓励我们这些博主呢 也来做这个短视频 但是呢 好像不受YouTube观众的欢迎啊 所以说他也是失败的 还有呢 就是这个Twitter啊 就是现在的X啊 他们呢 也试图想把这个短视频啊 也想给他振兴起来呢 结果呢 也是失败了 也就是说呢 西方的这些个社交媒体啊 他们试图想做这个短视频这一块呢 他完全都是失败的啊 就连这个照猫画虎 就照着这TikTok来做 他都做不到啊 所以在川普时期呢 他们就想出来一个办法 脸书当时呢 就试图想收购这个TikTok 但是呢 就被TikTok拒绝了 对不对 那么川普那会儿呢 就疯狂的说哈 你必须得出手啊 如果你不转让给美国的企业的话呢 那么我就完全封杀你 就不准你在美国运行这个TikTok 那么那会儿呢 还记得吗 就是TikTok的母公司呢 自己在跳动啊 他们就已经在和美国的一些企业呢 在谈了啊 把TikTok卖给他们 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呢 就在川普大选失败之前啊 就是TikTok和沃尔玛 已经是谈的差不多了 川普当时呢 还说啊 他要从这单里头呢 来提成啊 他已经都讨论了说 哎 我这个提成呢 会啊 转到这个美国国库里面啊 造福于美国人民啊 让美国人民呢 增加一笔收入呢啊 大家还记得吗 当时非常非常的搞笑啊 大家当时呢 就觉得说美国啊 就是看中了这个TikTok 自己搞不出来呢 就来抢啊 那么现在呢 拜登啊 已经上台 现在呢 将近四年 这一届呢 马上就起码了 拜登上台以后呢 哎 拜登他自己啊 还来用这个TikTok啊 然后呢 他还争取用TikTok的这些年轻人啊 结果呢 拜登仍然是也在寄予这个TikTok的啊 他们这届政府呢 仍然在不遗余力的 想把这个TikTok呢 抢到他自己的这个腰包里面啊 想把TikTok据为他们自己企业的一个资产啊 那么美国国会里面呢 就有这么一帮人啊 他们呢 就是在力主推动这件事情啊 那么在昨天的时候呢 美国国会已经走完了第一步啊 投票结果呢 一致同意啊 就是呢 没收这个TikTok啊 这个没收是打印号 他具体到底怎么回事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美国之音的报道啊 美国之音呢 在今天的报道里面呢 是这么说的啊 他说啊 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合作推出的一项 攸关短视频分享平台TikTok 是否可以继续在美国运作的法案 和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 拉贾克里希纳莫提 星期二也就是3月5日啊 联媚提出了 保护美国人 免受外国对手控制的应用软件 威胁法 提出这么一个法 请注意这个法的这个阴险性啊 他呢 首先是拿这个TikTok开刀 但是后面呢 也不排除啊 包括微信这样的平台和软件啊 这个美国之音说 他要求字节跳动啊 通过出售股权的方式 剥离旗下的TikTok 否则TikTok将面临在美国被禁用的命运啊 这就是美国这次所推出来的这个法案啊 还有他的这个内容啊 首先他就是要求字节跳动啊 必须呢 以出售股权的方式啊 剥离出来啊 就是TikTok跟你无关了啊 否则你要不同意的话呢 那会怎么样呢 不要在美国用了啊 那么我认为呢 这个TikTok这一次和上一次呢 应该会有所不同了 那么上一次的时候呢 川普啊 他刚一上台的时候呢 其实中国没想到啊 中国还觉得说啊 和美国其实合作的好好的呀 中国进入这个国际这个大荣武里面啊 无论联合国的政治性的框架 国际关系的框架啊 还是这个贸易框架 中国都是按照这个框架来对自己呢 进行改造的 以适应这个国际社会啊 现在我全部都适应你了啊 我全部都照着你的要求改了啊 现在就剩下来就是我们来合作啊 来造福全世界的时候了 对不对 没想到啊 川普上台以后呢 他犯了红眼病 他到中国去了一趟啊 一看我的天呢 中国发展的正好 中国的机场比我们好多了 中国道路比我们好多 中国桥梁比我们好多 中国的史荣世贸比我们好多了 这可怎么得了呢 尽管中国和他签了一大堆的那些个贸易协议啊 让他呢 马上就能赚很多钱 让他在任内呢 美国也可以和中国合作呢 能得到大发展 对不对 大提升大发展 按说这不是挺好的事 不行啊 这个川普的红眼病呢 这一犯啊 他就失去理智了 那么他就是先是拿这个华为开刀 然后呢又和中国打这个贸易战 那么到最后呢 对TikTok也下手 大家还记得就是在阿拉斯加的时候呢 中国和美国二加二的这个会谈啊 杨洁篪在那上面第一次啊 第一次发脾气啊 然后他就说呢 我们中国哈 以前就是把你们想的太好了 这个是中国的一个感受啊 那个事件就是中国对美国态度的一个 转折点啊 在那之前呢 中国就觉得说哈 你美国你发发脾气啊 你犯红眼病啊 我会进行一些妥协 我让利给你啊 然后让你心理平衡 你平衡以后呢 哎 我们再回到我们合作的轨道上来啊 但是呢 经过川普的整个的那个任期 然后再加上拜登的这个任期 对不对 我们就发现美国对中国呢 不是你中国的妥协啊 能够换来这个合作的换不来的 换不来的 那么这次在人大当中 王毅的这些讲话呢 再一次的亮明了中国的这个态度啊 那么我在下一个视频当中会讨论 王毅他那个讲话的内容啊 那么中国现在和以前有什么不同呢 中国以前的时候呢 就把美国想的太好觉得呢 你就是暂时的发发脾气 对吧 然后呢 我做做特别也就得了 但是现在看来不是啊 美国是黑了心的啊 一定要把你中国搞垮 就像想当年 要把苏联搞垮是一模一样啊 他不给你搞垮 他是事不罢休的呀 那么中国现在认清了这一点以后呢 那么字节跳动这一次啊 我认为他们不会把TikTok拱手让给美国了 他不会了 我认为他不会了 那如果不会了 按照美国这次通过这个法案 那么会是一个什么后果呢 就是美国之音这里面这两句话呀 要求字节跳动啊 或者出售股权的方式剥离 否则的话啊 将面临在美国被禁用的这个命运啊 这是什么意思啊 在美国被禁用这是什么意思啊 如果你对等的看啊 就是啊 YouTube在中国啊 中国人就不能用啊 当然中国和他是不一样的 他这是为了我抢你这个东西呢 然后给你扣上一个危害我国家利益的帽子啊 然后呢 要求你卖给我 他是以这种方式 他一个主动出击啊 但是我们中国不一样啊 中国对于YouTube不是这样的 其实YouTube是他自己啊 从中国那市场退出来的啊 这个YouTube也就是Google了啊 Google他是主动的从中国退出来的 他为什么从中国退出来呢 因为中国跟他提出来要求啊 就是你那些上面有一些内容啊 比如说恐怖袭击啊 比如说颠覆中国政府啊 煽动中国分裂啊 这些啊 是要进行一些控制的啊 是要进行一些控制的 那么这个Google呢 就以言论自由为由呢 不进行控制 然后中国呢 就不同意啊 那么他就只能从中国的这个市场退出来了 那么他是这么一个 中国呢 让你控制一下啊 你不要去和我们中国敌对 你要用我们的市场 你就用我们的市场 但是你不能跟我中国敌对 你要推翻中国政府 这是不行的啊 那么现在美国有什么呢 就是他这个take talk上面啊 他是在美国的 他会遵守美国的要求啊 美国什么要求 美国的要求和中国的要求是一样的啊 他说你不能在上面有这些啊 反对我们美国的一些内容啊 这点我是最清楚的了啊 因为我在YouTube里面就被要求啊 你不能有和美国政府的这个政策啊 不一致的内容 尽管我并不是美国人 我不是美国人 我呢 也不在美国居住 对不对 那么我在YouTube上面呢 其实呢 也是用的这个YouTube 在加拿大的这一部分平台 尽管说从运作上 它是怎么回事 怎么运作 我不知道 这个YouTube 加拿大 YouTube 中国 YouTube 美国 有什么不同 其实我真的是不知道啊 但是呢 从Google啊 从中国退出 我就知道啊 它有Google 中国 Google 加拿大 Google 美国 Google 欧洲 它有这些 这Google YouTube还经常被欧洲就是罚款什么之类的 对不对 周税什么之类的 它是不一样的呀 也就是说呢 我是一个加拿大人啊 我是在YouTube是没错 但是我在YouTube加拿大吧 对不对 但是呢 YouTube还要求我 你必须得遵守美国 美国的政策啊 美国说这个疫苗有效呢 你不得说无效 美国说这个大选呢 没有舞弊现象 你不能说有舞弊现象啊 就是所有的这些呢 你必须得跟它保持一致啊 美国说冲击国会呢 那些是犯罪啊 你不能说冲击国会是民主运动啊 这些都是啊 这都是他们的要求 你说他们的要求和中国的要求 是不是一样呢 其实都是一样的了 他现在呢 中国说威胁中国的国家利益啊 就不行 就是和这个民主自由相应对立 他要求的啊 就和民主自由呢 是一致的 你说到哪说理去 对不对 那么他现在呢 就说哈 他就会像中国的民众 用不到YouTube一样哈 美国的民众用不到TikTok 啊 就是他禁用的意思了 对不对 那么就会出现什么情况了 那些汉国党哈 还有美国就攻击中国 说中国是强国 对吧 强是一堵强的强 对吧 因为呢 我们上这YouTube 或者Google的话 你需要翻墙 对不对 那么将来TikTok说呢 那么我就不同意 我就不同意 我的股权卖给你啊 那么美国说 那我就防护墙就树立起来了 那么我美国人民啊 就不再用你这个TikTok了 但是那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呀 会出现什么情况 根据中国人民那个经验 就是翻墙嘛 对不对 就是翻墙啊 就是将来哈 不光这个中国的民众哈 翻墙来用美国的软件哈 就是美国人民也需要翻墙来用中国的软件啊 是不是 就是这个后果嘛 我看以后啊 那个翻墙软件 VPN啊 又来了赚钱机会了 是不是 不光是中国一些翻墙的呢 买他们的服务 那么美国人民翻墙来用TikTok呢 也是需要他们的服务的呀 那么我也一样了 对不对 那么我如果是在中国的话呢 那我既需要翻墙来用这个YouTube 那么我回到加拿大以后呢 我又需要翻墙来用这个抖音和TikTok了 将来呢 按照美国的威胁哈 说他将来要禁用的软件呢 还不仅仅是TikTok了啊 他说将来还会有别的 别的是什么呀 就是之前的时候也闹得沸沸扬扬的说 要禁用这个微信了 如果要禁用微信的话 这个麻烦还真的是有点大 那么给这个美国民众哈 给全世界民众造成这么大的麻烦 美国在乎吗 美国不在乎 美国肯定是不在乎的 那么对于这件事情哈 中国是怎么看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环球时报啊 关于这件事情发的一个社评啊 这个社评呢是这么说的啊 这社评的题目呢 就是华盛顿政客再次明火执张要抢TikTok 内容是美国针对TikTok的围猎和打劫 又开始了新的一轮 美国众议院能源和商务委员会当地时间3月7日 通过一项立法提案 给中国公司字节跳动一个二选一的选择 要么在法案升降后165天之内 剥离对TikTok的控制权 他里面提到的是180天啊 现在肯定是过去了15天了 所以现在已经变成了165天了啊 要么被美国各大应用商店禁止上架 实际上等于逼迫自己跳动 在两瓶毒药当中选一瓶 路透社称啊 这一投票结果是自特朗普政府2020年 试图封进TikTok畏果之后 势头最猛烈的打压 而且相比于此前拒绝就该法案发表立场 白宫新闻秘书在投票当天称赞了该提案 这被认为是白宫态度朝前迈进了一步 美国众议院最早将于当地时间3月11日 投票表决该提案 不少分析人士认为 今年想通过它的难度不小 但这种法案能被提出来这件事本身 就释放出了非常令人不安的信号 表明一部分政客要把商业问题政治化的意志不变 实际上TikTok接受美国各种形式的审查和调查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期间TikTok的CEO周寿兹 两次接受美国国会的公开质询 一些议员对周寿兹麦卡西式的提问 以及周稳重得体的回应 通过社交媒体传遍了全世界 美国言论自由和法治的形象已经碎了一地 最新的提案又在碎渣上再踏一波 美国人吃相真是非常难堪 对周寿兹 因为周寿兹他是一个新加坡人 对周寿兹这种审问 这种压迫 这种不尊重 已经是不光让中国人义愤填膺 让新加坡人也非常生气 新加坡的媒体也是一边倒的谴责美国 说美国就是赤裸裸的种族歧视 然后环球时报说 这几年美国政客对TikTok不间断的打劫 企图不分党派和附会 反映出了美国一些政治精英 在这个问题上的共识和共谋 大选年所造成的复杂混乱舆论氛围 成为华盛顿进行政治打劫的诱因和掩固 汲取前几次的经验和教训 这次对TikTok的抢劫 做了一些策略上的调整和包装 但是本质没有任何变化 借口仍然是万金油式的国家安全威胁 仍然是莫须有的有罪推定 仍然是彻底违背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的原则 客观的说 他们也想过要做的文明一点 在程序上看起来合理一些 为此他们预先判定TikTok有罪 然后拿着显微镜去找TikTok的罪证 最终仍是一无所获 他们把周寿茨照到了美国国会 像审判人一样的问讯 结果自己成了笑话 一番折腾下来 更加证明了TikTok是在美国正当合法经营 没有触犯美国法律 这迫使他们无法文明的抢夺 只好来应当 干脆明火执杖的抢劫了 TikTok在美国呢 目前拥有一点七亿的用户 约占到美国总人口的一半 连拜登的竞选团队前不久 都在TikTok上开设了账号 TikTok在美国的成功 不仅仅是因为其商业模式的成功 也因为在合规性方面做的很突出 甚至比许多美国企业自我要求都要严格 这一点所有在美经营的企业心里都有一杆称 他们不可能不关注TikTok的命运 今天的TikTok类似于一道防线 如果这道防线失手 那么处在防线后面的很多在美外国企业 以及美国自己的消费者 都暴露在随时可能被劫掠的风险之中 说到这我想说一下 我就特别奇怪啊 就是抖音也好 TikTok也好 我都不能正常使用 我不能正常使用 我上了主页以后呢 它并没有一个主页的内容 没有内容 它说呢 没有你想要的内容 还是没有什么 就是没有你内容啊 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我不认为是TikTok和抖音 他们技术上的问题造成了我不能用 我想呢 或者是苹果 或者我使用的网络 对我的一个过滤 观众朋友们 有没有这种情况 然后呢 环球时报说啊 据报道提出这件法案的反华议员 美国国会众议院 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 加拉格尔声称 可以将这个提案视为 旨在切除肿瘤的手术 从而拯救患者 实际上最该被切除的 恰恰是这些政客 所代表的美国霸权 和强盗思维毒瘤 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 美国的国家和社会健康 现在美国美对TikTok 发出一次打劫威胁和恐吓 美国营商环境和国际形象 就会朝下掉一截 连新加坡驻美大使都忍不住说 对周寿司的一系列质询太过分了 可能损害美国的形象 我们也注意到 以往一贯盯着 中国营商环境的美国主流媒体 在TikTok这件事上 反而是不评论了 但这不代表着美国社会就没有是非 这两天 美国国会办公室的电话据说 已经被TikTok的支持者打爆了 美国不仅自诩为最成熟的法治国家 还以世界领导者自居 但做出来的很多事情 都是在打自己的脸 违背法治原则和市场规律 也破坏了自己的国际呈现 这是美国在丧失全球领导力的过程中 一路的自我堕落 某种层面上讲 美国人民出来维护TikTok的合法权益 从根本上是维护美国的国际形象和声誉 这一点是很清晰的 上一次川普对TikTok下手的时候 那会我还可以看TikTok 那会我每天都刷TikTok 我看到TikTok上好多美国用户 非常的愤怒 天天就是在这个TikTok上发脾气 抨击美国政府 大骂这个美国政府 好 现在呢 我们来说一下我这个第二项内容 第二项内容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中央电视台在他的网站上 所发表的一篇报道啊 这篇报道的题目呢 是时政新闻演 第十二次到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 习近平为何强调提升这项能力 是什么能力呢 报道是这么说的啊 3月7日也就是昨天啊 继前两天先后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 政协联组会之后呢 习近平今年两会到团组的第三站 是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 这也是他连续12年来 每年必到的代表团啊 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 习近平重点的围绕提升新兴领域战略能力提出要求 新兴领域战略能力是一个什么能力 应该如何布局 除了新制生产力啊 习主席在讲话中还重点谈到了新制战斗力 这两者之间有何联系 如何融合互动啊 时政新闻眼两会特刊为你解读啊 那么下面呢 就是中央电视台时政新闻眼的解读啊 因为时间的原因呢 我不能给大家读完呢 全部的内容啊 那么我的解读是什么呢 大家还记得吗 在去年下半年的时候呢 习近平在召开省部级以上的 这个政治局委员会议的时候呢 就强调呢 大家要有这个政治敏感性 还记得吗 那么现在呢 习近平啊 再一次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里面 提出来了一个新兴领域战略能力啊 这个战略能力呢 就是一个全局的长远的一个布局的这个理解力啊 和布局的部署力对不对 那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为什么要具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呢 那么他们你天天拿练兵啊 练兵是为了打仗对不对 要做到呢 来之能战 战之能胜 对不对 你不光是你提高这 你同时呢 你还得知道呢 现在从战略这个层面上来说啊 就是中国的形式是什么样子的 国际的形式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为什么需要打仗 对不对 我们打这个仗 赢了会怎么样 输了会怎么样 这些能力呢都必须要有 这就是习近平所说的战略能力啊 然后今年的两会哈 提到特别多的就是一个心智生产力啊 那什么叫心智生产力呢 心智生产力啊 就在是一个心字上啊 就是心的领域啊 现在来说呢 就是科技方面 我们不再满足于那些生产什么袜子裤衩什么的 我们要提高我们的这个能力啊 我们要提高我们的层次啊 在新的领域 在更上层的领域上呢 我们要有这个战略部署 我们要提高这个能力啊 这就是呢 心智生产力啊 那么习近平到了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里面呢 就给他们提出来了一个心智战斗力 这么一个口号了 那么什么叫心智战斗力呢 就是中国的军队啊 你不能满足于以往那些传统的战斗形式啊 你一定得在新兴领域啊 比如说高科技啊 人工智能啊 等等这些方面呢 要有战斗力 说白了呢 就是啊 大家呢 既要有站得高看得远的战略眼光 同时呢 又要有这些高端技能 打赢现代战争的这种心智战斗力 这个听起来啊 是不是很鼓舞人心啊 说明呢 中国是不可能放弃武力统一台湾的 中国的军队时刻要保持一种状态啊 随时就能够投入战斗 能够打赢战争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 今天呢 特别有意思的是呢 当地时间三月七日晚上啊 就是昨天晚上啊 拜登在美国国会两会啊 联合会议上做了这个国情咨吻呢 他这个国情咨吻呢 对于中美关系啊 总结起来呢 就一句话啊 不寻求和中国发生冲突 我也看到了台湾的民进党啊 现在呢 也抛出来一个论调啊 说是呢 希望两岸啊 都保持克制啊 维持金门海域的和平与稳定 这个说明什么呀 说明了中国军队的这个决心和实力啊 让他们就怯战了 就害怕了 这个视频呢 又是一个新闻联播 首先呢 第一条新闻 是来自于这次中国两会的啊 那么这两天呢 你可能在网上呢 会看到这样的一个话题呢 引起来了中外媒体 以及广大华人参与其中的一个热议啊 他是一个什么事呢 就是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啊 在他的报告当中公布说呢 说中国呢 将这个养老金的最低标准提高20元的这件事情啊 那么这件事情呢 我看到美国之音还专门发了一篇文章啊 说这是一个福利啊 还是一个羞辱啊 那么到底这是一个福利还是一个羞辱呢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具体内容啊 那么我现在呢 想跟大家分享的呢 是加拿大的一个媒体的一个综合报道啊 这个报道的题目呢 就是啊 城乡基础养老金提高20元 中国农民老有所养 还打一问号啊 很显然呢 是一个质疑的调料啊 我们来看这里面说的事实情况是怎样的啊 说呢 据中国官方数据 主要面向农民和农民工的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 目前全国最低标准为每人每月103元啊 中国总理李强在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宣布 将该最低标准提高20元 该消息引发了中国网民的嘲讽 以及有关中国社会不公 尤其是农村老人无法老有所养的讨论啊 那么这些论调啊 所谓的引发了中国网民的嘲讽啊 就是中国不分网民了 那么一个社会啊 尤其是中国这社会有14亿人啊 你想想他农民有多少呢 我们整个的社会呢 人口啊 从这个底层啊到最顶层的实际上 他是一个金字塔啊 就是乌越往下 其实呢 他人口是越多的 任何一个社会穷人 永远是一个最大的基础啊 永远是最下面的最大的底边啊 任何一个社会都是这样的 那么你整个社会啊 对最底层的这部分民众的补贴啊 你再怎么多 你也多不过上面的 对吧 因为呢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的 最底层的这些呢 其中就包括很多是啊 本身是没有能力的 他呢都没有能力养活他自己啊 你想想看他对社会的贡献有多大呢 对不对 那么一部分呢是自己没有能力的 还有一部分呢是自己有能力 而不去工作的一些懒人啊 还有一些呢 因为能力的低下 虽然也努力啊 但是成果又不显著的一些人啊 这个最底层呢 其实就包括这么一些人啊 其实呢 我说到这儿啊 就是海外的这些人啊 现在就在嘲讽中国啊 说哎呀 每人每月啊 这个养老金呢 才只有103元啊 现在提高20元 也只不过是123元啊 人民币啊 那么他们就充满了讥讽啊 那么有很多我们出国的这些华人啊 那么很多呢都是冲着这个西方的高福利来的啊 那么西方的福利果然是高吗 那么我以下的视频啊 随着来分享有关这个话题的内容呢 我会进一步的跟大家介绍啊 首先呢就是我们海外的这些华人啊 都是冲着这个福利来的 多多少少呢 其实就是想走捷径 或者想那个不劳而获啊 中国人你要说不劳而获啊 其实不准确 中国人呢 其实想不劳而获的人呢 是极个别极个别的啊 尤其是这个移民到国外的 那么老外当中啊 不劳而获的那种社会蛀虫有很多 中国现在社会蛀虫也有很多啊 所以说呢 这个社会福利啊 你不能让他太多了 太多的太好的社会福利 他就是养懒人鼓励懒人啊 那么我们这些中国人啊 出国到了国外以后呢 现在有一个词叫高华啊 海外的这些华人啊 他就是呢 自己给自己一些优越感啊 实际上呢 没有什么好优越的 来到国外以后呢 有一些啊 聪明的 努力的 能力强的人呢 他会在美国社会 在西方社会呢 成为不是最底层的 成为这个中产阶级啊 或者是接近中产阶级啊 这些是一些成功人士 那大量的中国人 其实呢 还是在底层的啊 包括咱们那些八九六四 所谓的精英啊 他们是一个你知道吗 是一些失败者啊 我在我的视频里多次说 他们靠什么生活呀 他们就靠美国给他一点 反中反华的那个赏钱来生活 他们因为长期的来研究中国 为美国来研究中国 攻击中国 使得他们的语言能力是非常差的呀 你在美国这种社会 在西方这种社会 他是说英语的啊 如果你不会他的语言的话 你在社会当中 是不是和聋哑人没有区别啊 那么我刚来的时候呢 我经常跟一些人呢 在讨论的时候 我就说啊 大家一定要努力啊 首先呢 你得把语言学会了啊 提高起来 你有了这个能力 然后你才能说别的 对不对 如果你这个话都不会说 你听不明白 说不清楚啊 然后呢 不会读 不会写 你和一个聋哑人 没有任何区别啊 你想想看 如果你是雇主的话 你愿意去雇一个聋哑人吗 你是不愿意的 对不对 所以说啊 有很多的华人 包括咱们所谓的那个 八九六四的精英们啊 因为他们呢 到了美国以后呢 就被美国所雇用的去返华 他用不着去学英语啊 所以他没有这项语言呢 他在美国是没有办法生存的啊 他只能挣那么一点点的 这个赏钱啊 那么毫无疑问啊 这些人啊 他一定是失败者啊 美国社会最底层的那些人 那么还有一些人呢 因为我们从中国出来的时候呢 年龄已经不老小了 那么如果说呢 重新来学语言 让他成为一个像第一语言似的啊 在这个英语的社会当中 能够运用自如的话呢 那么不容易的 不是一个容易的事啊 第一呢 你也靠天分 第二靠勤奋呢 这两项啊 必须两个都有 你光有天分 没有勤奋不行 你光有勤奋 没有天分 也一样的不行 更何况有的人呢 他两项全都没有 啊 缺一个都不行 你还别说有很多人呢 两项都没有啊 所以呢 那些所谓的高华啊 只不过呢 他就是在这个群体当中啊 他是趁乱滥鱼充塑的 不是说他真的是高华啊 他的个人情况呢 国内是不知道的啊 如果国内知道他的真实情况的话呢 他是高不出来的啊 那么为什么海外有很多人 他疯狂的反华呢啊 他其实就是他们的阴暗心理啊 他自己在美国是一个失败者 他看到国内的人过得好了以后呢 他心生这个羡慕嫉妒恨啊 其实我们有一个算一个啊 来到海外的这些人啊 如果说你是能力高的呢 那么你到了海外以后呢 你可能会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人士啊 但是呢你反过来看在中国和你同样情况的人 他在中国的那种环境当中 他就更成功 他比你更成功 对不对 所以说你和你在国内的同类去比的话呢 你是没有优越感的 你是没有的 只有那些呢 放下这个架子啊 客观的来承认这个现实的人呢 心里才能够平坦 那很多人呢 他心里阴暗啊 他羡慕嫉妒恨啊 所以呢 他因为这么一个心理状态啊 他成了一个反华这个浪潮里面的一份子 有很多人其实是这样的 把自己加入到高华的里面 其实他是不高啊 我们再继续看啊 中国加二十元是怎么回事啊 然后这个报道就说啊 说中国总理李强啊 三月五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啊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其中包括将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月最低标准提高二十元啊 三月五日下午中国政府工作报告起草负责人 国务院研究室主任黄守红啊 在吹风会上进一步的谈到 现在中国呢 有1.7亿老年人领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 目前基础养老金的最低标准是每人每月一百零三元 最低标准提高二十元以后呢 将达到每人每月一百二十三元啊 这个增幅呢 你别看他是二十元啊 因为他的基础比较低啊 他的增幅呢 是19.4%啊 是近年来上调幅度较大的一次 综合中国国务院的官网的信息啊 所谓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 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构成啊 他有两个部分啊 一部分是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 这个养老金两部分啊 而基础养老金的最低标准呢 是由中央政府确定并且调整的 所需要的资金呢 由国家财政来承担啊 这就是基础养老金 是由国家财政来承担的 由这个中央政府来确定的啊 那么他的养老金还不仅仅是这么多 会加上个人账户养老金 那么个人账户养老金是怎么组成的呢 说啊 不过有关政策也规定啊 地方政府可以根据情况 适当的提高基础养老金的标准啊 对长期缴费的 可以适当的加发基础养老金 提高和加发部分的资金呢 则由地方政府支付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啊 城乡居民养老金是由两部分组成的 一部分呢是基础养老金 一部分是个人账户养老金啊 而这个基础养老金呢 会由中央政府啊 给一个最低标准 那么地方政府呢 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啊 把这个标准呢 给他提高 也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会出现啊 各个地方不同了 对不对 不同的政府这个基础养老金呢 他就不一样了 然后这个报道就说啊 因此啊 中国各省级行政区 其实是在全国基础养老金 最低标准基础上 执行不同的基础养老金的标准的 地区差异还是很明显的 据中国各省及直下市公布的数据啊 比如说广东省的城乡居民养老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呢 目前是每人每月200元人民币 这是广东省啊 然后呢 贵州省呢 是113元 而四川省呢 是128元啊 那么看起来呢 这几个省啊 和中央定的那个标准呢 是差不多的啊 但是啊 你看四个直辖市的基础养老金标准差别的就大得多了啊 说重庆目前的标准呢 是125元 而天津呢 是317元 北京呢 是887元 上海是1300元 就是说呀 虽然而呢 中央的标准呢 之前是103 现在是123 对不对 但是呢 上海啊 是1300 这个是基础标准啊 基础标准 如果再加上那个个人的养老金账号来说呢 实际上呢 差别就更大了 然后呢 这篇报道又来讨论哈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啊 是一个什么东西啊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呢 是2009年 中国实行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括号 新农保 和之前实行的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 括号 城居保 在2014年合并后的统称啊 就2014年以前 农村的叫新农保 而城市的叫城居保啊 2014年以后呢 统称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那么它的对象呢 是年满16周岁啊 不含在校学生 如果你已经离开学校了啊 16岁以上的 就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涵盖的对象啊 如果你还上学的话呢 就不包括在内啊 说它的对象是年满16周岁 括号不含在校学生 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以及不属于职工基本养料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乡居民啊 大量生活在农村的农民 以及部分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啊 是包含在内的 中国的官方啊 曾经宣传说呢 这一制度让亿万农民老有所养 农民工及其家属 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最大的受益群体 然而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者 因为之前未被纳入国家养老保险体系等原因啊 退休后领取的养老金 显著是少于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人 后者的退休金呢 全国平均水平2023年啊 接近每月3000元啊 就是说城镇的这部分退休人员呢 就是不包括国家公务员 不包括交过那个五险一金的吧 应该是不包括那些人啊 不包括有正式工作的那些人啊 那么他们的平均的水平呢 在2023年接近3000元啊 也就是中国的那些退休人员 如果你是一个城镇的人员的话呢 那么你是接近3000元的 我刚才已经说了 我会跟大家比对比一下 那些移民海外的高华们啊 他们能拿到多少 那么刚才说了啊 16岁以上是包含在这里头的啊 那么你多大年龄可以拿到这个养老金呢 在中国是60岁啊 据我所知是60岁 那么加拿大呢也有养老保险的 也有养老金的啊 我们就是冲着这个来的 对不对 那么加拿大的退休年龄呢 是65岁啊 我现在还不够这个退休年龄 我没有去拿这个养老金啊 我现在还是没有任何保障的啊 所以呢我不知道那个养老金是多少啊 但是我知道一个大概啊 它大概是不够1000的 一个月是不够1000的 请注意中国的城镇呢能达到3000 城镇平均呢能达到3000啊 但是呢加拿大是不到1000的啊 没有工作的那些 我的观众朋友当中呢 有一些人啊年龄比较大一点 那些你在美国也好 在加拿大也好 或者在英国或者欧洲 其他国家澳大利亚什么的啊 如果你在那些地方拿养老金的话呢 或者你了解你当地的养老金的情况的话呢 你可以给我留言 说一下你所在的那个国家啊 像中国的这种农村和这个城镇 这种情况就是没有工作啊 之前没有工作的这些 他们能拿到多少养老金 不是说中国啊 就是在你所在的国家啊 没有工作过的这些人 拿养老金能拿多少 这是这个第一条新闻啊 第二条新闻呢 是美国这两天呢 就是抓间谍啊 和中国有关的间谍啊 好像是判了两个啊 那么今天呢 在中国这个外交部的记者会上 有记者呢问到这个问题啊 有记者呢是这么问的 说一名美国陆军情报分析员啊 周四的时候也就是7日昨天啊 因为涉嫌向中国提供有关美国国防的信息而被逮捕啊 此前呢还有一名居住在美国的中国公民 也因为涉嫌窃取啊 谷歌人工智能技术而被逮捕啊 外交部对这两起的案件有何回应啊 毛娘就说啊 你提到的这两起案件 坦率的说我都不了解具体的情况啊 作为原则 特别是你提到的所谓中国公民 涉嫌窃取谷歌的技术被美方逮捕 中方一贯的高度重视 并积极保护知识产权 我们坚持公平公正的保护国内外知识产权 所有者的合法权益啊 同时我们也反对美国滥用国家力量 无理的打压中国企业和中国公民 我们会采取必要的措施 维护中国企业和公民的合法正当的权益啊 我和毛娘一样啊 虽然对这两起案件呢并不了解啊 但是呢基于我们对美国的近两届总统的这个操作的这个调调啊 我们就知道美国呢是沾边就赖的啊 我在我的视频里面我多次提到啊 我作为一个加拿大的公民 我之前的时候我也喜欢到处转一转 对不对 到处看一看的啊 自从我做了这个自媒体以后呢 我还会举着一个手机啊 到处拍一拍什么的 但是呢自从我成为一个这个政论性的博主以后呢 我就借出了这个行为 我绝不到处拍 为什么呀 因为就防止被他们赖着 我都不到社会上跟那些老外讨论这个政治的事情啊 原因就是怕被他赖着 你知道吗 大家都知道哈 在今年的这个开学季啊 有那么好像四个还是八个留学生对吧 因为回中国探亲之后呢 再回来入关的时候 美国经过对他们的审查之后 说他们涉嫌这个间谍啊 拒绝他们入关呢 还是把他们抓起来了 其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这些留学生在完成了上学期的这个学习之后啊 考试完了以后呢 他们是八个人组团 然后就到阿拉斯加去玩 在阿拉斯加玩的时候呢 就误闯了美国一个军事基地的那个附近啊 然后呢 美国的那个在阿拉斯加的军事基地呢 当时就把他们八个人给扣了 好一通的审查呀 审查完了以后呢 因为他们几个人把他们的手机啊 电脑啊 反正随身带着东西都查了一六个 我发现啊他们其实并没有任何的迹象啊 有可能是个间谍啊 然后就把他们给放了 没想到啊 这些学生回国探亲以后回来啊 就遇到了麻烦啊 美国就是这样的呀 一个调调啊 就是赖人的 所以呢 我是特别小心的 他们是会赖人的 那么那个孟晚舟就是嘛 对不对啊 我当时还因为呢 过于相信西方的这个法律制度啊 这个法律系统啊 当时我还说呢 孟晚舟的这个事啊 它不是政治事件 它就是一个法律事件 但是呢 随着这个事情的发展啊 到最后呢 这个事情给了我一个巨大的教训啊 使得我呢 对西方的这个法律系统啊 大为改观啊 对他们的这个政客啊 法律啊 什么的 完全颠覆了我之前的认知啊 再加上后来这个川普啊 我并不支持川普 我也不说川普就是冤枉了 但是呢 美国对于川普所提起来了 50多个案件 不予立案这件事情 也推翻了 我对他们这个法律的 公平公正的这个原则的 这种认知啊 他们完全都是政治手段 而且呢 他们不认账 当时呢 小土豆出来说 我一点都不知道这个事啊 这完全就是一个法律问题 不是一个政治问题啊 我就是相信他 我完全相信他 我认为这就是一个法律问题 结果到最后证明呢 他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啊 那个小土豆就被美国摆了一道啊 美国就把孟晚舟呢 就放回去了 对不对 法律哪里去了 如果是法律的话 是不是 这会儿呢 这个法庭就不应该放这个孟晚舟 你之前你不是那么有理吗 对不对 并不是基于法律的程序 把他放了 而是基于美国的命令 对不对 把他放了 这就是政治啊 这哪里是法律啊 所以呢 完全颠覆了我对西方这个法律制度的 这个原有的认知 知道吗 对美国的认知 对加拿大的认知 真的是逐渐的逐渐的 你知道的越多啊 你把它看的就越清楚啊 那些高华啊 他们也不是不知道啊 他们就是不愿意承认 他不愿意承认 他自己看错了 你知道吗 有很多人是这样的啊 他自己心里面知道他错了 但是他不承认 这种人你活得很累啊 你不如你就像我这样啊 我看错了就看错了 我被美国骗了 我被美国骗了 是我的错吗 不是这不是我的错 不是我的错 是美国的错 大骗子是美国不是我 对不对呢 所以呢 你就勇敢的承认 我就被美国骗了 连杨洁篪都承认说啊 我们把美国想的太好了 杨洁篪都能够坦然的承认 得到了一片的喝彩 对不对 作为我们来说 有什么不能承认的呢 对不对 就是被美国骗了呀 之前把他们想的太好了呀 然后我在海外呢 逐步逐步的我就越来越认清他们啊 那么今天还有另外一个新闻啊 特别搞笑对不对 他是什么呢 就是在这个孟晚舟被抓以后呢 中国就抓了加拿大的两个人 说他们两个是间谍对不对 那么当时呢 这个加拿大呀 美国呀 还有咱们的那些恨国党 独运轮们啊 都说中国这是政治 中国这是报复 中国这是栽赃 中国这是陷害 中国这是污蔑 那两个人是清白的 是不是 结果呢 后来啊 中国对这两个人进行了审判 进行了判决 到最后一反呢 把他们两个驱逐了啊 驱逐完了一回去一号啊 就是大家都没有想到啊 这两个间谍啊 其中的一个就站出来说呢 我是被另外的一个间谍 还有加拿大政府给骗了 我被他们给骗了 我其实就是一个商人啊 然后呢 另外的那个间谍啊 叫什么康明凯 对叫康明凯啊 康明凯他是真正的加拿大的间谍 我不是 康明凯他骗我 他骗我给他提供一些情况 那我跟他说了 我给你提供这个 就是供你玩的 你可千万不能给加拿大政府啊 然后呢 事实是怎么样 我给了康明凯以后 康明凯牛脸就给了 加拿大政府了呀 然后呢 使得我在中国遭受了这种牢狱之灾呀 现在我要求这个 加拿大政府赔上我 你猜怎么着 这两天啊 加拿大的法院判了 加拿大法院判决啊 加拿大是有错的 确确实实加拿大的间谍康明凯啊 骗了那个斯帕弗 斯帕弗所说的都是事实啊 然后呢给斯帕弗造成了损失啊 所以加拿大政府呢 现在啊和这个斯帕弗啊达成了和解啊 赔偿他700万加币 700万加币啊 就是我们加拿大的这个纳税人啊 就是平白无故的又损失了700万加币 啊 这倒是其次啊 中国人我不管你啊 谁掏着700万对不对 这就说明了一个什么 加拿大政府自己打脸了 之前还说中国冤枉对不对 那你现在就是承认了呀 承认了你加拿大搞间谍呀 承认了你自己还去骗自己人 就搞这个间谍呀 对不对 这都承认了 打脸不打脸 羞愧不羞愧 丢人不丢人 对不对 我觉得丢人 加拿大政府也许不觉得丢人啊 西方国家这些政客啊 他们做这些事情啊 他们不觉得丢人 他们是不要脸的 当然是他们不会丢脸这件事 没有脸可丢对不对 但是我们作为这个国民 作为纳税人来说 第一我心疼这钱 第二我心疼这名誉 对不对 这叫什么事啊 然后呢就是加拿大政府愚蠢之急 你到中国搞这个间谍 对加拿大有什么好处 没有任何好处 就是帮助美国呀 帮助美国 当美国的这个帮凶啊 美国和中国进行对抗 美国想打压中国 不想让中国超过美国 加拿大在乎什么呢 中国超过加拿大啊 对加拿大来说 有什么关系 加拿大又不是第一 又不是第二 对不对 完全没有关系啊 就是当美国的走狗呀 然后让我们遭受这些损失啊 既失了面子 又失了李子呀 现在加拿大还疯狂的当什么美国的帮凶啊 其他人都不干了呀 今天我还看到这个美国之音啊 还写了一篇文章啊 说是美国啊 要进一步的强化 对中国芯片技术出口的控制啊 但是呢 遇到了一些阻力啊 前一阵子对中国这个芯片的这个打压啊 很显然被华为和中芯国际给突破了 那么他们甘心吗 他不甘心啊 不甘心怎么办呢 现在又想着要进一步啊 那么他靠自己啊 肯定是不行了啊 那么他就联合谁呢 联合有光刻机的荷兰 联合德国 联合韩国 联合日本啊 联合这四个国家 来进一步的啊 推动对中国的这个芯片技术的出口控制啊 结果呢 这几个国家啊 荷兰说 哎 我们再调查调查看吧 到底是不限制他对我们有什么危害 限制他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啊 我们再考虑考虑啊 然后呢 日本啊 也是这个态度啊 然后德国和韩国呢 就只读不回啊 就不理他 就是现在啊 美国就遇到了这么一个尴尬的局面啊 那么今天呢 还有一件事情 在全世界是特别的轰动的啊 你可以看到很多的媒体都在转载啊 就是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 王毅呢 在这个记者会上啊 就提出来了一个啊 四问美国 这四问美国啊 我相信是让美国是哑口无言的 那么根据中央电视台的报道啊 中央电视台报道说呢 说今天上午啊 括号七日啊 七日就是昨天了 七日上午 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行记者会啊 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外交部长王毅 就中美关系有关问题啊 回答了记者的提问啊 王毅表示说呢 中美关系关乎两国人民的福祉 关乎人类和世界前途 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换 中国始终保持对美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始终本着对历史对人民对世界负责的态度处理中美关系啊 我们的立场就是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三个原则 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合作共赢 这既是对中美关系半个多世纪经验教训的总结 也是对大国交往规律的把握 应当成为中美双方的共同遵循和努力方向 王毅说呢 相互尊重是前提 因为两国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不同 只有尊重和认可差异 两国交往才可持续 和平共处是底线 像中美这样的两个大国 发生冲突对抗 后果不堪设想 合作共赢是目标 中美携起手来 可以办成很多有利于两国有利于世界的大事 如果美国一听到中国两个字 就紧张就焦虑 大国的自信何在呀 王毅表示说呢 去年11月啊 中美元首在旧金山举行历史性的会晤 双方就推动中美关系指跌齐稳 重回健康发展的轨道达成了共识 明确了方向 旧金山会议以来 中美关系改善确实取得了一些进展 这符合两国和世界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但是呢 不得不指出的是 美方的对华错误认知仍然在延续 所做的承诺并没有真正兑现 打压中国的手段不断的花样翻新 单边制裁的清单不断延长 欲加之罪到了匪所思的程度 然后王毅呢 对美国的四个结问呢 是 美国总是说一套做一套 大国的信誉何在呀 美国一听到中国这两个字 就紧张就焦虑 大国的自信何在呀 美国只让自己保持繁荣 不允许别国正能发展 国际功力何在呀 美国执意垄断价值链的高端 只让中国停留在低端 公平竞争何在呀 这是王毅提出来的四个结问呢 今天全世界都在转载这四个质问 王毅接着说 美国面对的挑战在自身 而不在中国 如果一门心思打压中国 最终必将害了自己 我们敦促美方认清历史发展大师 客观理性的看待中国的发展 积极务实的开展对华交往 言行一致的把承诺落到实处 同中方一道 推动中美关系走上稳定健康 可持续的发展轨道 王毅表示说呢 今年是中美建交45周年 习近平主席指说 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 基础在民间 未来在青年 活力在地方 我们始终愿意与美方加强对话沟通 推进各界人士友好往来 架起更多相互了解的桥梁 消除不必要的误解和偏见 我们相信双方完全可以找出一条 两个不同大国 在这个世界上的正确的相处之道 其实呢 这都是中国的一个外交部长 成熟的外交部长啊 所展示的中国这个泱泱大国 宽大胸怀的一个外交辞令了 其实呢王毅心里面他会相信吗 我不认为他会相信 大家呢也不必担心啊 说王毅怎么这么傻呀 到现在还相信吗 王毅心里面不会相信啊 习近平不会相信啊 正向中国啊 老实说我们希望呢 两岸能够和平 能够稳定啊 能够和平统一 但是呢不代表了中国呢 就认为和平统一的希望有很大啊 这是为什么中国并不放弃武力统一啊 是不是 中国政府没有那么幼稚啊 大家完全不用担心 好 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